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开始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的是圣诞倒数月曆 我知道大家看很多YouTuber或Instagramer 在开箱都会觉得很烧 甚至还会有人说 哦 圣诞节就是要来开箱圣诞月曆 哦 真的吗 如果说要花个一两万去买了一堆小样 你真的觉得值得吗 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小样太多不适合你在家里面堆积久了 也会变成垃圾你知道吗 那这样讲起来你就是花大钱买垃圾 杰夫呢 他是一个从商的人 所以他常常跟我说 不只时间是金钱 空间也是 那个圣诞的倒数月曆 还是太大了 所以他会占据你家很大很大的空间 一般来说你开箱完之后 他就是一个漂亮的大型垃圾 哦 记得要回收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收藏那些东西的人的话 那他真的也只能够摆在那里 因为他就是纸盒 我懂 大家都喜欢惊喜的感觉 其实不只是美妆产品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杰夫甚至还买给我巧克力的圣诞倒数月曆 然后就是你一天开一个吃 其实就是换个形状的巧克力啦 但是那就是一个feel 我知道 I get it 但是说真的那个钱你真的可以去好好的买一样 赠品 他那么贵 你搞不好还可以买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 或者是直接去买包 Anyway 如果说你想要花钱买惊喜 买快乐 然后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完全能力可以负担 你就是爽就想花钱 Go ahead 但是千万不要被社交媒体上 或者是说限量两个字给迷惑了 因为每一年他们都会出 我这样子看下来 一年比一年 内容物都还要更差 我话就说到这边 那个钱你都可以去吃米其林大餐了 可以买机票出国 可以投资买股票 或者给我 好 Let's move on 到第二点 第二点呢 其实跟第一项有点像 就是各式各样的彩妆盲盒 彩妆盲盲就更不用说了吧 是清炒舟 清炒舟 清炒舟的大好时机啊 品牌就是把一些可能没有那么热卖 比较特别的颜色放到一个盒子里面随机的送出去 当然会有所谓的正价品 会让你觉得说 哇好值得 我花了这样子钱就买到那么多样产品 可是你收到没有一样是你日常喜欢或是适合你的时候 那就真的是totally waste your money 身为美妆YouTuber 之前为了节目的娱乐效果 我确实有开箱过一两次的盲盒吧 有一次是Jeffree Star的 我只记得在那支影片我变成藤幕了 因为一个银子色的唇膏 真的还是太像趴了 然后那个打量是正价品 但是颜色对我来说太深了 所以它就算再漂亮 我好像那时候也是二手卖卖掉 那个钱你去好好的买一样 适合你自己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很好吗 第三点 季节限定包装 不要买 不要冲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最近的欧美彩妆圈 就是仿佛一滩死水 OK 话好像讲有点重 但是没关系 我是Pinky Don't stop 我讲话就是这么直接 OK 明星产品 常卖款 卖的好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大家都知道 彩妆品很难用完 For example 这块Shirrell我用了五年多了 它有HIT PEN 没错 可是照这个情况下去 我觉得它可以再占个一两年 这块腮红这一年间 我不停疯狂的使用它 而且我是用绒毛粉扑 用力的撸它 它到现在还没有铁片 所以为了要让传家宝卖出去 很多品牌他们都采取的是 把包装用丑 不是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 我要说的就是 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限定包装 去吸引刺激买气 要么就是联名 或者是 Oh my gosh 我看了就会很头痛的 生肖年 刚开始有生肖年的时候 确实我也觉得很可爱 然后也会有动心想要买的感觉 可是 每一年都这样子下去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哇 我不想要我的蜜粉上面 有一只红色的龙 当然审美是很主观的啦 如果说你觉得很漂亮 Go ahead 只是我自己不喜欢 对 就原本的包装就已经足够好看了 而且我觉得我好像要等到在下一个龙年才会把它用完 就是这么的久 尤其是生肖年啊 我觉得一旦过季了 那个feel就很不对 我不知道说是因为我是台湾狼的关系 我就会觉得说 这种东西只能在春节的时候出现 一旦结束了龙历新年之后 它就会看起来很不符合日常生活的气氛 比如说我也很爱圣诞节 但是我不会想要在夏天的时候穿ugly sweater 那就是非常的热 简单的说就是 限定包装都会给我一种过季感 拉到最满的感觉 特别是农历新年款 我是很谢谢这些外国人 有替我们东方人着想的新 好不好 就设计了就是新年限定的产品 but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next 再来第四点 非常生气 彩妆配货 yes 现在彩妆也要配货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而且我觉得就是最不ok的是 有些彩妆你在国外买不用配货 回台湾就要配货了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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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问这些要配货的品牌 难道你以为我们台湾人不会上网吗 品牌 你们如果想要买东西 想有竞争力的话 不是应该优化你们的产品 调整你们的价格 聆听消费者的声音吗 为什么要配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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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货这个词一开始我听到是 了解到爱马仕的包包 你是需要配货才能买到的 然后后来是香奈儿的精品在台湾 好像你需要配货 结果没想到精品圈的风气也蔓延到了彩妆圈 例如是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试用给大家看的 Valentino唇甲露 在台湾你要买一个气垫 你才能够拥有一个唇甲露 Oh my god 我光讲出刚刚那些话 我就觉得有够本末导致 为什么要买一个气垫才能够拥有那个唇甲露 气垫不是主力产品吗 然后他们又找了那么多KOL 去做review 然后广告也打了这么大 为什么要捆绑销售 为什么要配货 我想不出来 总之呢 我还是希望品牌 不要去约束顾客购买的自由性 那当然如果说配货的东西是你自己本来就需要 本来就想要的 Of course go ahead 只是我觉得 钱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我要怎么花是我的自由 你不应该去限制我 说真的你一定要配货 才能拿到那个东西的话 我就会觉得 你的气垫不错 而且彩妆品它毕竟都是工业化的生产 不像爱马仕的包包可能是一个包包就是一个人做的 那我可能多多少少还能够理解那么一点点 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合理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冲动 然后也不要被配货这个概念去约束住了 大家在买之前可以再去多多思考 有必要吗 第五点我觉得这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看个人 就是你所有用不到的东西 不适合你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犯指了 被KOL啊 YouTuber 生活的彩妆豪物啊 穿搭单品啊 视频啊 等等等等的 包括我推荐给你的东西 如果说你跟我的肤质完全不一样的话 那你用绝对就是雷品 所以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做功课 然后一定也要理智 再来就是限量 还有倒数计时 购物节快要结束啰 什么东西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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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会给你急迫性的行销方式 会让你冲动购物 难道这个折扣结束之后 它以后就不会再打折了吗 No 以我自己之前在美国居住过的经验 我发现他们每一个月都在打折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消费市场 消费主义非常盛行的地方 所以你就算错过了年终折扣好了 还是会有很多什么品牌日啊 情人节啊都会打折 限量这个词也是 OK有些产品它如果说因为原物料不足停止生产 而变成有限量的这个情况的话 这当然是没办法 或者是有很多每一季每一季推出的季节性的产品 它们是限量的没错 可是我说真的到了2023年了 如果说你看我的频道的话 我相信你手边一定有超级多的彩妆品 那你在买之前是不是就要去看一下说 你手边是不是有类似的颜色啊 或者是说质地你会不会用到等等的 千万不要被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的诱惑给吸引了 当然我自己也会开团卖东西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我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在review新的彩妆产品 跟大家说啊这个好好用 就是你值得拥有 of course 你值得拥有这些好东西 但那个前提是你需要它 你会用它 你知道怎么用它 你适合它 好不好 而不是盲目的购物 包括我自己会理性吐槽很多产品的优点跟缺点等等的 可是终究到底我的身份是什么youtuber 我是产品试用员 啊如果说我是一个团妈的话 我就是品牌的下线 我就是产品销售员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的个性 我就是都会好的坏的分析 然后叫大家自己评估再买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好不好 就是你自己适合什么 喜欢什么 经济能力许不许可 然后家里面空间够不够 这个你有没有同质性的东西了 你需要囤货吗 你真的喜欢真的想要吗 你用得完吗 OK彩妆品真的很少用完啦 但你知道我的point就是 你要了解你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在购物的时候 给自己点时间 包括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 会常常透过 来疗愈我自己 告诉我自己说 你做的很好你值得拥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建立在 你买了不会后悔 然后这个东西对你有意义的层次上 以我的立场来说好了 购买彩妆是投资没错 它是我的拍片成本 可是我是一个人啊 我不只是一个YouTuber 我也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啊 我并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我时不时就会二手拍 或者是说大量的送礼盒给大家等等的 尤其是彩妆品 它是有期限 它是有效期 然后台湾天气又是这么潮湿的 堆积在家里面 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焦虑的 然后就像我刚提的嘛 空间也是精切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这集影片的动机 以及想法 三年前我在我的频道里面 也有拍Antiho这个主题 然后那个时候欧美妆非常的盛行 我是一个一个盘点 哪些我会买 哪些我不会买 结果你知道吗 那些后来我说我会买的东西 并没有变成我的日常爱用品 然后后来也是放了一会儿之后 就转手卖出了 再来是我最近慢慢慢慢的体会到啊 理财的重要性 你不可能快40岁了才去想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没钱 都拿去买化妆品了 一言不合就买包包 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都有规划给自己一个快乐的时光 你知道吗 快乐也是要自己去寻找的 那就是在书中找黄金屋 一本书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皮姐最近在学习理财 哈哈终于 终于 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人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你的伙伴 你的彩妆品是你的变美小伙伴 你的浅钱也是你的好伙伴 你的身体是你的伙伴 你的灵魂 你的朋友 你就把这世间的所有人事物 都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关系 你的浅钱如果他要离你而去 你的伙伴要离你而去 你要给他一个好的原因 跟他say goodbye you know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长大 做事情在说话之前 都要去思考那个前因后果 然后有责任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包括花钱 这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 花钱它是可以很随心所欲的 但是同时之间 它也很可能变成是浪费的 那浪费了之后呢 就会产生后悔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努力的过 不后悔的每一天 把浅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很开心 而不是 带有悔恨在里面 就希望我们都 越来越好 财源广进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怎么变得这么像喝碎节目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还喜欢 今天就是有一点忍不住 真情流露 太激动了 金金体有点跑出来 希望大家见谅 爱你们 然后呢 这几影片是来自于观众朋友的点播 因为他说他会重复去看我的那一集 Anti Ho 他很喜欢等等的 所以如果说你也喜欢这种 理性吐槽的内容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 我要告诉你 记得你是最棒 最美 最Amazing的 I love you So so much 你要爱自己 So so much Bye bye Bye